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稍微好一点 但还是很热 看一下这个车上面 自从318以后 就没看到我的宝贝车了 对吧 这个车我挂在我们国内的咸鱼网上面卖 卖了很久 问的人很多 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人来看车 今天也有人来看车 但是就没有成交 大部分就和我之前刚刚开始改车子一样 有很多顾虑 就会问一些比如说 怎么过年检 路上警察查不查 好多好多好多问题 然后也有人确实来看过车 包括试驾过 我也如实的跟他们都说了 哎呦 这么久 怎么还能充电呢 啊 看到没 这个就哎呀 关了以后它就不充电了 自然损耗0.7瓦 我准备来干嘛 刚才把床给拆了 这是我的水桶 已经放了好几个月了 这里面我停的时候已经把水 把水已经放了 但是里面还有点积水 看到没 我为什么来折腾车呢 第一个呢 就是刚才说的有人要看也要来看车 第二个呢 就是前天 我不是说了我们家小孩的许销已经定了吗 那个录取通知书好像已经发出来了 我我我我刷抖音刷到的 那个许销已经开始发出 这几天应该能够收到啊 收到录取通知单了 然后那天也吐槽了 为什么 很偏是吧 高铁不通 坐高铁坐到济南 然后还要再转转慢车 转慢车还要再转几道那个 巴士好像也可以到 有巴士好像可能会快一点 如果不转巴士的话 就坐公交车要转三道公交车 路上得两到三个小时 然后还有一个最主要问题 很贵啊 从我这儿我们家到他那个学校 顺利的话得九个小时 不顺利的话得十几个小时 然后呢 票价也很贵 从这坐高铁到学校要 八百还是七百多块钱 感觉比出国还麻烦 时间还长 八百块钱 我感觉来回去北京 来回都够了 去上海来回都够了 贵吧 所以呢我突然就想到 我有车啊是吧 到学校去开车去也很方便吗 把他那个行李 刚刚新生到校什么什么被子啊 是吧 像这种床垫啊 整套啊 北方那边还冷 估计还得备点那种细 棉细啊那些都要准备好 全部都拖过去 这样方便开个车过去 那个地方离那个 资博烧烤也很方便 把它送过去了 正好我们全家感受一下这个房车嘛 我们也算是利用一下 要不然多亏啊 所以我想到那个水桶 水桶里面好长时间了 是吧 也把它清洗一下 然后呢这个车 车框怎么样 也经常去开一开 这个车要是不开 也会出现很多问题 包括机械上的问题 是吧 开个高速 拉一下 对车框也好 要省钱 然后我这个床 女人还没睡过呢 正好把老婆拉过来一起来 压个床 嘿嘿嘿 他那个位置呢 我看到 一千公里 开车都得十个小时 哦 开车得十个小时 所以呢中途可以在某个地方 比如泰山呢 去爬爬泰山啊 就边玩边就把它送到学校去 是吧 我是这样计划的 所以那个车就拿出来洗一洗 做一个维护 我怎么洗呢 本来我准备把它拆了的 其实拆也很简单 它这里有两个捆扎带 把它松掉 然后再把这个 上面的进水 还包括下面的出水 拿个扳手把它一松 然后这个桶就拿下来了 就可以拿出来洗 后来我发现其实像这个呢 这有自助洗车机嘛 这上面有那个水枪 等会我把这个水枪 放在这个水桶里面 用高压水枪去把它打一下 那些如果里面有 没有青苔啊 最近开始我怕里面会有青苔什么的 没有青苔 把它桶里面洗一洗嘛 虽然这个桶里面 我也不是会用它当生活用水 一般生活用水就是用这个 桶装水 这个主要是洗脸啊 洗手啊 洗菜啊 这个用途 再来看一下我车 我车上面都开始长蜘蛛啊 天 这是一个麻烦事 然后呢 还有一件麻烦事 还非常非常的麻烦 可能会关系到我的频道的方向 啊 好像感觉又要下雨了 等洗完了再跟大家聊 发生了什么大事 啊 高压水枪 高压水枪 把里面洗一下 哇 好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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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汗透了这天 已经搞好了 还原了 冰箱也洗了 想起上次 冰箱里面都长虫子了 记得不 放了好长时间 这样就可以准备了 连灰水箱也洗了 灰水箱用水箱 高压水箱一洗 水垢脏东西全部冲干净了 所以完全不用拆洗 就用这种方法 我又发现了洗水箱又快 就太热了 准备完了 就可以开出去了 冰箱也打开 最冷了 希望明天就能够 没冰箱怎么弄的 是吧 太热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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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准备回去了 太热了 有个什么事呢 就是我频道里面 自成一种风格 是吧 我频道已经做了五年了 最近都是在吐槽 人设就是一个 吐槽老婆 吐槽小孩 各种吐槽 有很多人说 不管不顾 不负责任 我也说过 我的频道 就属于那种 心里烦闷了 我就对着镜头 一啪啦苦水 就泼在我的频道里面 就说 会不会担心 我们家老婆 小孩看到了 我之前说不怕不怕 因为我们家有网 有那个 翻出去的网络 但是他们不看啊 他们就是知道那种 境外的 什么油管啊 啥的 他们就认为那个都不好 都是那种 叫什么 呃 叫什么 叫什么 敌对势力啊 就那种 他们也关心我拍什么 说什么 所以我就 肆无忌惮在我频道里面 说我们家老婆 但是我说的都是真话 对吧 所以也导致我的频道就那么的真 那么真实 对吧 当成一个中年大叔 初当人 不叫初当人父 第一次当人父 进入了高中阶段的一个爸爸 对吧 好 然后呢 因为我跟他家老婆呀 很多观念呢 包括世界观呢 很多都不太一样 然后呢 如果你说呢 就像我频道里面这样说 他会不开心 所以在生活中呢 你要是跟他说 就一般很难能够让我像这样子的表达 他往我的意思 一般 表达到一半 啊 就会被 我们家 那一位就开始怼了 就是各种 发脾气啊 就谈不下去了 是吧 所以呢 我就找了别的事做呀 是吧 就不谈了呗 虽然我的频道里面呢 也在说我自己 就感觉很负责任一样的 实际上就对家庭呢 没什么参与度啊 其实我的想心还是在家里的 对吧 这里还是承认的 无非就是吐吐槽嘛 但是呢 应该是从今以后 这个频道做不下去了 因为我这个频道的风格估计 就不能够那么真实了 为什么呢 是自从日本回来以后 我就发现 因为在日本那个环境呢 嗯 是可以上外网的啊 我们家小孩 那个时候从日本 他就下了一个 呃 油管啊 那个APP 他在 在那个网络上就一开始 看我的频道了 啊 我我只是不知道而已 然后昨天呢 晚上我们家老婆就问我 啊 他就说你 昨天的视频 是不是说的很爽啊 点击率很高啊 哎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 因为从日本回来以后啊 我们家老婆 其实也有很多改变啊 他有时候他就会 比如说睡觉的时候 他就会让我把手机拿出来 看一下留言 他会他他会看一下大家对他留言 因为之前也看过 看完之后啊 有很多人就 就是用我毕竟吐槽我家老婆嘛 吐完以后就很多人就就就就 就批评我们家老婆 所以 在好好长时间之前 他看了以后他就觉得不开心 他就不看了 从来不看了 但是从日本回来以后 他就会一个星期 他会看一个两三次 昨天 他 就是发现他没看我的手机 但是他知道我拍什么了 我说他什么了 我觉得很奇怪啊 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说你不管我怎么知道 反正你就说我了 对吧 后来今天早上 我看他偷偷摸在看 我后来发现 他找他儿子 在他儿子的帮助下 在他的手机上也下了一个油管的频道 虽然他没有账号 但是他下了一个APP 他就可以搜索我的频道了 就把我搜到了 然后就开始看我的视频了 特别是我那天 叫我们家孩子的那个事 突然被他们知道了后 我突然 他就感觉自己内裤 像被人扒了一样的感觉 虽然我觉得我其实也没有说什么 说的也都是对的 说的也是我的内性化 但是被他知道了 就感觉还是不好 因为他下了个APP 估计以后我就会被监控起来 我说什么他肯定他就会 他就会有意见 但是我觉得我的频道里面 说的都是我的内心话 我也没有诋毁他 我也没有 说什么 只是说我们两个的观点不同 是吧 但是我想想 虽然我说的是我内心的想法 但是多多少少还是要照顾一下对方的情绪 因为你别看我的频道里面 就是各种吐槽啊 各种抱怨啊 但是实际上我在生活中呢 其实 扮演的是另外一个角色 因为我知道说了以后呢 就会吵架 因为这么多年了 二十多年的一种磨合 我们的机会上就是说 发生矛盾的出 刚刚发生摩擦的时候 我们就各退一步了 我们就不争吵了 因为争下去也没什么意义 一增肯定就是战争升级 是吧 就变成冷战 冷战完了就可能直接就热战 是吧 冰火相见了 是吧 所以我们现在几乎是这样一个状态 但是现在被我被他监控的感觉 我就不能够瞎说 就说还是要 该怎么说怎么说吧 也不能说 也不能不说 其实我换种想法 也其实也是好的 让他能够通过这视频 能够知道我的内心的想法 可能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面对魅能的一种交流 他可能没有耐心 能够把我所有的想法说出来 可能我说一半 他直接是打岔 或者他发表他的意见之后 我就说不了 对吧 很难心平气和这样谈下去 其实也好 可以让他通过这个频道 能更多的了解我 然后我们家孩子 我也说过最近确实说的也比较重 但是说出了我的内心想法 但可能对小孩也肯定也是 知道他的爸爸对他有什么看法的话 他可能也确实不太好受 我说了我在现实生活中 扮演的其实还是一个好老公好老爸的一个角色 尽量的去扮演这种角色 虽然我有想法对他有意见 但是我不会去 像视频中那种他有什么错 我直接指出来了 我尽量是 啊 叫拐弯抹角啊 或者换一种思维跟他去谈 对吧 心平气和的 委婉的去跟他谈 因为我从来也没有打过他 因为我从小呢 就是被打大的 我说过很多次 我不想成为我讨厌的那种 我尽量的去充当这种 我认为我爸爸的一种反面的啊 尽量去当一个好爸爸吧 尽量的还是对他鼓励的 虽然有时候对他有什么意见 我也都没有明明的去说 他要买什么呀 虽然我有时候不愿意跟他买 但是 最后我还在跟他买 有时候总觉得小时候自己 没有得到的呢 现在呢 就总觉得不想亏欠自己的孩子 他想要什么 还是尽量能够满足他 虽然我对他有一定的想法 有一定的意见 就是这样一回事啊 感觉我的频道被监控了 以后就可能被监控了 有顾虑了 我可能就 就不敢那么直接了当去说了 就不能够做得那么真实了 对吧 哎呀 我想想也蛮可悲的 就是我们家 要保持这种正常的交流方式 是通过我的频道 让他们来了解我 了解他的老公 了解他的老爸的一些想法 哎呀 我觉得有时候也蛮挺可悲的 当然我也要检讨啊 我也要检讨 不知道 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就是我 我频道里面想说的一些心理话 是我真实的想法 但是在他们面前呢 我又是压抑了自己的一些性格啊 或者一些脾气啊 跟他们去说的时候呢 总觉得有点憋屈 就是那种矛盾吧 就是很矛盾 真的是很矛盾啊 最近也确实很抑郁 最近呢 这两天很多人通过各种方式联系我 包括微信打电话给我说 我现在小孩以后的发展方向 规划都听我说 其实真的 我弟已经到了快了崩溃的一种阶段了 知道吧 我其实很多大家所说的一些想法 不那么注重QS排名啊 包括孩子 也不要说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一个龙凤啊 要接受他的频繁呢 我其实我都能够理解 我都能够接受 但是大家都跟我说 其实我有苦水 我是想往外倒的 但是很多人打给我电话替我分忧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想吐 然后外面有一种很多压力就往里面压 我就想吐 我昨天有个美国的观众也给我发 我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 我这个大姐说 我真的我现在不想讨论我们家庭之间的关系 我说我有一种无力感 知道吧 我知道的更多 知道的 虽然我和观众之间有共鸣 但是我有一种在我现实回到现实生活中面对他们的时候 我是一种无助感和无力感的 就是我知道的更多 我其实身上的压力就更大 我说我真的听不下去了 我头 我一说这个事我头疼 真的 真的就是头疼 我要崩溃头 哎呦 我那天真的是忍不住了 我昨天就是跟说 我说大姐说我们说这个事我们就不说了 让我缓一缓 让我缓一缓 缓了以后 哎呀我们再谈 就真的是这样 非常感谢最近很多 能通过一些 呃 邮箱啊给我发邮件什么的 包括身边的一些朋友 嗯 我现在真的是 六声无阻啊 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也希望正好他们 也看到了这个频道 老婆呀孩子也能够看到我这个频道 也能够知道 我的内心想法啊 我希望也通过这个事 也希望他们能够 觉得我的一种能理解我的一种焦虑吧 或者良苦用心吧 坏事可能也是好事儿是吧 哎 然后呢 尽量吧 我尽量还是保证吧 保证 但可能不能够像原来那么想怎么说就这么说 因为感觉他们也不知道 我可以我就可以尽情的去说 哈哈 呃 然后这个车刚好了 刚好了呢 要带孩子不是 送到那个学校去吗 我也非常佩服 评论里面的观众 你们真的太厉害 太厉害 太厉害了 通过我说的一些提供的一些 我认为非常小的一些信息 你们都能够猜出来那个地方在哪 那个山东是哪个省 不知道 包括那个学校都能够说出来 我真是太佩服你们了 太佩服你们了 哎呦 我真是服了 所以呢 我明天吧 准备开这个车出去转一个 跑个小长途 找个凉快的地方 把车子跑一跑 免得到时候带他们出去到学校去 万一路上发生什么事也不太好 是吧 磨合一下 正好我出去也散散心 真的 现在心口有 感觉有很多事情压 压在心口 出不来 用窒息的感觉 真的 可能这个时候就 我肯定只能够去 这些积累积累的积压的一些东西 我只能够自己去把它消化掉 哎呦 就这样的事 哎呦 明天出去走一走 出去走一走 去哪呢 你们说去哪呢 就这样了 拜拜 以后说拜拜 有可能会对我老婆和小孩说 拜拜 家人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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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愿意 来 不愿意 你 不愿意 不愿意 我 那